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的发型特点是从耳上点到底去部分 全部都作为后中部来进行考虑 因此不需要做任何层次线条的加入 后区轮廓检查 检查修剪线条 在后区中分线上分左右两侧 将单侧的发片相对头皮零角度向中心45度角提拉 并确认发尾部分的线条做检查修剪 那一刻采取同样的方法进行检查修剪 后区轮廓 表面的发片以相对头皮15度向上提拉 并将第二层发片作为导线进行连接修剪 衡取发片进行修剪时 一定要金书发片的表面 列侧 如果没有金书发片 就无法保证整体线条的精确性 脸周围 脸周围从顶点到并角做出分区 平行把自线形状写取发片 并将发片相对头皮零角度向前方45度角提拉 以垂直发术的切口来进行修剪 沿着脸周围形状进行修剪 但越接近正中部分的发片 自然呈现横取发片的角度状态 主流海 进入主流海 从顶点到两瞳孔中间取三角形区域 将发片提拉至与头皮同等高度 并将长度设定在眼睛的位置 因为将发片都是向前进行提拉修剪 所以当发片自然取落时 切口线条自然呈现出曲线线条 侧流海 取出顶点到眼角部分发片 并将发片提拉至与头皮同等高度 以刚修剪好的主流海区域 用曲线形线条连接修剪 并将此区域的长度设定在颧骨上下的高度 顶区后区 内部层次修剪 以黄金点为起点 到耳上点做前后分区 取后区顶区部分的发片 垂直头皮90度设定导线 从第二个发片开始 以刚设定好的黄金点为中心 并将发片全部垂直头皮90度 放射状提拉修剪 原因是不要是 确实下轿来说 在暗影上延连接修剪 对立定的外形 对立定的行为 不必 Punch 是 对立定的 解脖 古梁区 进入古梁区 从耳后提拉发片设定导线 并将顶区最底下的发束 与耳上的发束做连接切剪 此理由是 耳后发际线的生长位置较高 如果用放射提拉发片进行切剪的话 很容易将此位置的轮廓线破坏掉 所以为了更好地保证轮廓线的完整性 采用耳后做导线的方法来处理 进入侧区 从耳上点取发片设定导线 此时 要注意保留发自线一厘米厚度 来确保轮廓线的完整性 从第二个发片开始 采用散策方形提拉发片修剪 而且上层以黄金点为中心 平行地面提拉发片 对于第一层做连接修剪 第二层做连接修剪 顶区 进入顶区 以黄金点为中心定点 并以三角形曲发片 之后 在和色高谷上侧分出线上的法术 做点放射连接线简 而接近刘海部分的法片 自然呈现向前方倾倒的角度来进行操作 剪发完成 则款是用低层次线条来设定的中发 将耳朵以下的头发 作为后驱的轮廓线厚重度来进行设定 并且恒松度位置也做了较低设定 但是 以耳上为界线的前驱部分 加入了重次的修剪 所以 当发尾搭到肩膀上时 也不会感到过于厚重 由此也产生了较有动感的质感效果 照射迦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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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